字幕後 歡迎歡迎 歡迎返回動漫戰隊的第三節 又是Lapina 我不再講那個中文名,總之神前防東超防閒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這部作品 現在不用講劇情講自己的東西,我就真的很喜歡 是,其實喜歡的,雖然我也把他在尾的幾期都看無原夫妓 是一個橙的 不,因為你爛你,現在我們回來的橙 他真的爛,他在哪些位置爛,不是講劇情那麼簡單 大家如果喜歡看這部作品,留意一下 後來的服務位置都奇怪怪的 你之前有時候換一下衣服,露一露到底,或者拉一條蜜褲 後來的衣服越來越離譜,然後龜甲也出來 我真的爛了頭,你搞什麼呢? 不知道你在搞什麼,真實在 那算了,後面的衣服,其實我剛才剷得很行 我又再剷,別人的聽眾說,算了,你剷夠了,不要再剷 那我就不如說不要再剷了 總之我其實幾個都很喜歡他的作品 雖然尾三期爛,但他都很喜歡 我喜歡到什麼程度呢?我可以這樣說 首先我有買卡 買卡,即是拍一些劇照 對,我有,不過這卡是動畫版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一些動畫版的事情 其實動畫版你有沒有看? 動畫版其實在這個業界上面 其實他的回響是大的 當然他是原創了不少的劇情 例如他會說到成賴村為何會自己搬出來住 其實你看整套漫畫是不知道的 沒有任何原因 你想想一下那個高中生女學生 為何會搬出來住 那裡他的動畫版是做了修正 加上劇情的 其實是補上去的 是補得很明顯的 那個妹妹的角色甚至在漫畫版 最後劇情的最後一版 他也有畫出來的 所以你當作動畫的設定 都是官方認可 不是說偷屈的 你說好不好看呢? 我其實覺得當時是普通的 當時看動畫版 是否因為看漫畫已經很多東西在做 因為他動畫和漫畫 第一最不同的 樣子是很不同的 這個角色 即是全部人都是? 那個畫風和漫畫是不同的 你喜歡就是喜歡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第一那邊就是肉的 肉很多的 即是動畫版 即是動畫版肉很多 即是他真的像肉 你剛才那些是搞笑的 但他真的會很強調肉 即是很微微以人 又不是 我覺得有沒有肉這樣形容 就是最具體 好 紀錄店是否真的有肉很多 我覺得是 即是起碼他 簡單說 靈魂浮達一點 即是你感覺到 看上去肉 有肉一點 但你看漫畫 那些人真的很受削 有個胸口 有個胸 有個屁股 有個腰 但不會去到有挑鬥 即是動畫就微微挑鬥 會微微有回那邊 多一點 但你說這套東西 當時動畫版他自己做 好不好看 我剛才說了 普通通通 但其實他最重要 不是這件事 要講動畫版 是他創造了一個 不是創造了 而是令到有一位 現在最 出名最勁抽的聲優 報了出來 還要開名 掘江柔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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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一套最成名作 即是供應 第一套最成名作 應該是Tuhat 去Tuhat的時候 配有個公仔 即是機閒 那個角色已經出名 因為那個角色也是 很賺人熱淚的劇情 但是回響最大 並不在那裡 而是在LoveHinner 他去配了 城賴村內流 這個角色開始 他的回響之大 第一很受歡迎 他後來唱歌的事業 也從而慢慢 越來越多人認識 他的威水師 不能多說 他在那裡開過多少場 演唱會等等 輝煌業績 CD賣成點 我就先通過了 但是可以說得現在業界 你有三位一定要講的聲優 田川耀卡尼 水智萊萊 還有他一定要講 《掘江柔衣》 是 變成了 這個作品我覺得 其實最要留意的 就是他是其中一套 《掘江柔衣》的成名作 這個和《掘江柔衣》 即是配完這套之後 都有時都定現 即是角色好像定了去 是會配大概很成賴村感覺的一類角色 甚至基佬聲稱說有些特點 對 戴眼鏡 巨魚 孫邊 講完 不巨不配 沒有眼鏡 一定會有孫邊 一定會有巨魚 即使沒有孫邊 長頭 眼鏡也是巨魚 除了他早前自己設計的那是黑白 即是黑白姑娘身材沒有那麼玲瓏浮凸 不過有孫邊 我懷疑是他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設定的 那是黑白姑娘 你想想Skullumbo裡面 他就配上愛里 金髮 然後又是孫邊 又是 又好像你這樣說也是 又是孫邊 金髮孫邊 馬蜜魚這些神臟沒有說 馬蜜魚 講完 不用多說 即是那個是超爆超性感內衣 再加上有奇特的發聲效果 接著回來的時候 其他聲優是不是高一半半的 其實看回這個list 有一位聲優我自己很喜歡 但真的個人癖好 就是野田順子 因為他是配心跳奕義的女主角 這個人沒有什麼配音 之後 即是遊戲紅了之後 就配過幾套東西 這是其中一套 之後其實都很膽出了 所以我自己就會有印象 但你說說其他呢 不過不失 雖然也有很多人配搭 但當時也不是主角 這個數到裡面 其實是水樹來來 不過他不是配重要角色 即是那一篇就是出來 灰鞋下 其實動畫版 那時候也算受歡迎 而且受歡迎程度也去歐美 最大的影響 其實Love Hinters 所以厲害 或者很多人提及 不是我們香港人那麼簡單 而是他在外國獎獎 那是厲害的 他是在外國的一些動漫 或者相關的東西 他會覺得是一套必須要看認識的作品 是有他的份 那你沒有目標 你本身這套東西就設定在溫泉街 那麼日本文化的東西 那些人一定適合看的 那外國人去看 例如我自己看 因為我以前沒有留意 因為那時候我還沒去日本玩 我去完一次京都之後 我去看 那些京都景點 是真的這樣的 應該是跟著 應該拍照 跟著來畫的 那些 那些都很粗的 應該是跟著來畫的 那其實有日本戲式的 一套作品 我覺得很沉 你外國會喜歡 就很正常 裡面他們都來不來 都會穿和服 是 都不是來不來 都挺經常 每一年他們參版 最好 但是到中後期 季節性好像沒有了 這套作品 可能是玩太多 玩一下 不知道是驗了還是怎樣 沒有什麼季節性 只是整套泳衣 你考了四次 即是那四次新年 四次聖誕 沒有 他進去是考了第三次 兩次而已 算了 其實《多拉A夢》也保持著 有這樣的劇情 但是這套東西 也不是《多拉A夢》 所以不中那麼多次 那我和我的動畫版 另外要提一提 就是音樂的方面 音樂的方面 你是想說什麼 音樂 即是有沒有出名的歌 最出名的應該是聖誕版那一首 這首我自己就 沒有什麼想法 但我已經開幕前 你也說是重要的 最重要 如果你說說音樂 我反而覺得 聖誕版那首《Winterwish》是最經典的 你說其實其他 有些很正路的歌 你說是不是很經典 很拍案 我就覺得 很正路的 當年 反而是當時聽《Winterwish》是很配合的 因為聖誕的劇情 還有 你當時找米倉千尋 因為米倉千尋 當時很紅 你找米倉千尋去唱 整個畫面配合出來 這件事很棒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聖誕的OVA 不是劇場版 OVA版 都評價很高 在動畫系列 音樂方面大同好 整體整個氣氛很好看 所以其實 回到剛才說的 這個動畫版 都頗複雜 你要再談 再研究 可以說是另一個創作 另一個影響 但其實你覺得這個變化好不好 就是說 肉地多了 我當然是喜歡漫畫版 就是喜歡漫畫版 點到即止的感覺 我是喜歡點到即止的 反而不想這個漫畫 會多了肉地的給你 老實說你要有肉的 麻煩你 看回R18同人本 可能 疑似赤重建畫的 疑似赤重建那一集就算了 疑似原作者的同人本 這套作品就是走一條路線 你不是會看著那些圖產生一個興奮去挑逗你 但你想想如果沒有這套的話 或者動畫不是畫成這樣 沒有現在的後宮 沒有的 後宮這些東西本身都會發展 是 不過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一個分別都 剛才我說如果他比較 就未必跟Ice比較好一點 但其實我剛剛前兩集 講完Ice 其實講一些跟Ice的分別在哪 我覺得其實 阿蛇之前跟我談話 講開的 其實這件事有趣在 Ice那裡就 只是加上一季一個人的心聲 他基本上一個是爭吹的 對 他就沒有衣職的心聲 但這件事有趣在 阿成說阿川和阿景太郎 那件事你都會知道 基本上你從第一集 就知道他們倆一定在一起 其實這個是現在近年的風格 近年你會知道兩邊想什麼 可以這麼說 大多數都是這樣 這邊會比較多 是實際上 現在只剩下一個男主角 一個人的心聲 其實是少一點 應該不是沒有 是會少一點 其實有好有不好 像Ice那樣 你會很代入那個男主角 一起猜一間女主角 在想什麼 而這套戲 就有上帝事 怎麼知道兩個人想什麼 你就經常會 像是耍耍耍耍耍耍 整起肺力 為什麼搞來搞去搞不在一起 為什麼兩個人不可以在一起 兩個人明明都這樣想 那你就會常常 期待中間會發生什麼事 去撮合這兩個 那個期待度不同 我現在可不可以這麼說 如果跟Ice比 我覺得 這個敘事點 這個影響是大的 我覺得 正如你剛才所說 你要猜他們兩個發展 以及不用猜他們發展 是不同的 這件事 但是 的確近這幾年 成功 或者比較出名 很多作品 都是上帝事點 又說回偽戀 又說回頭 又是上帝事點 你偽戀 真的上帝事點到一個地步 我想喜歡看的人 還可以堅持 繼續看的人 不喜歡的人 我相信 你想想想 上帝事點到一個地步 根本全部女生都喜歡男主角 其實這件事有少少少 是這樣的 因為這篇片 那篇片 這篇片 那篇片也好一點 阿蘇應該不是喜歡男主角 只是說哥哥 但是差不多一群女角色 不知道為什麼 很喜歡圍著她 除了她的姨媽 那哥哥也喜歡奶田 對 這句不是R18 所以她不搞她的姨媽 那一句 其實由這件事 我其實也分別大 沒有說哪一件好哪一件不好 是不同風格 我知道她說 不過跟這幾年的作品 除了剛才你說 那些問題之外 我覺得是 這套作品的劇情 是會入腦一點的 老實說 我其實對上這次看這套作品 我相信 保守估計是有五至六年前的了 是 但是這次我拿起手 我老實跟大家說 我看得很鬼化 因為那些劇情你入腦 記得 這套作品的特點是 你的鏡頭每一格 和每一格之間 我在說十期畫之前 是 去得很順 不會有很多廢話對白 你是看得很自然很輕鬆 即是 你不會有哪一兩話 突然覺得很悶上飛 沒有的 你根本的劇情推進很快 其實這件事 很輕鬆的 很輕鬆 唯一你開始拖 就是學 大王你剛才說到 究竟他入不可以切學 有個時中計時 記不記得切過封信去入學證 那段就開始有點慢了 小小拖 拖是你未知會覺得 鬧的 所以整體這套作品我覺得是上乘的 因為你看漫畫 那些鏡頭分布得做到 可以這麼自然都很難得 這件事 是 當然 你說這套作品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 剛才說了很多 之外還會有說 其實畫的畫風轉得挺厲害 即是你說頭的十期 十期和之後的 十期內其實都不停在轉 十期內 其實你進回第一期好像都 畫得不太漂亮 樣子根本不一樣 不一樣 好像後期那個你會說得漂亮 是不是 我又覺得是中期 我覺得也是那句 又是十期打後不知道做什麼事 不不不 我的後期是說 十期前的後期 不好意思 十期後我不算是這個漫畫 我當它完了 因為大王你就不是我這些老人家 看了這麼久再翻出這套 我看了一至十期的這套畫 即是你看第十期打後 是不是你也說得奇怪 尤其是封面 十期打後的封面是很奇怪的 這件事的採稿 即是剛才我高速器掃 然後阿蛇在旁邊聲音導航 那我就說 原來後面那十期 不是 後面那四期是搞什麼 你頭那堆的封面很棒 為什麼呢 即是真的做到純情房東照房客 真是小小鹹多多趣 後面只是鹹 大哥我看著你後面有第十期 打後的封面又看著第十期 我看著第十期 大哥你叫我阿妹站在那裡幹什麼 好像香港便利那樣 再後一點根本已經不是小小鹹多趣 純粹賣淫 這麼誇張 不奇怪 有什麼小小賣淫 其實也未至於 賣 我覺得會不會是當時 市場已經變 因為他十月其實都時間很久 也是也是 始終你 他這套東西出了之後 其實 不如這樣說 阿蛇 你當年買這本書 你有沒有包膠袋 這個奇異的事情 這個要講一下這件事 其實我買這本書 我當年 我也有點賤格 我是說服了自己 我說這本書不是R18 因為那時候 正如我上一集也有說 這家店撿了一粒 所以可以說 龍城是沒有 是跟我拆了一條十八禁字條 其實他犯法 這樣做 但大家很感謝他 當然 他拆了沒有 你買得心安理得多少 你想一件事 他有時候特意 以下他又不是要困些什麼消費者 他更加心安理得一點 我又分享一個很醜的事給大家聽 聽完算 我真的愚蠢到有一次 但現在是沒有 我拿著一張 他現在在奇異的 拆不及了 我真的有去問我 我看早幾期沒有 是不是今期有什麼特別的事 因為他不理我照收錢 他沒有說話 是 這家的老闆平時不是這樣的 他奇異其實都會拆散 我就是奇異這一季沒有拆 他不是 我就想是否今期有些糟糕 那個老闆是平時不騷人的 他不騷我的 平時也不騷你的 那我一向都沒有騷的 每晚都沒有騷的 我想是否去那一期 而之間 你問那些問題 不能回答你 才不騷你的 我覺得是 就是 英俊 擺個名 不要問 那時候我真的愚蠢蠢 逐期去買 以前 你十八歲前去買這個封條 你會有一些歉一歉的 雖然你問我這個年紀 你問那些挑戰 你夠膽去報紙 我買一本鹹書的 你給我錢 我買一大塊就行了 沒問題 即是年紀大了 現在的人的錢 就全都掉了 你小時候的人 就像剛才說 你在看這部漫畫 你就可能跟景太郎 差不多年紀的時候 就OK 我看就不是 我很明顯是他 我只有十幾歲 那時候是中學生 都是 但那些微微倒入 可能會有些少的感覺 其實那時候買封條 有些是搞笑的 以前我曾經試過買一本小路寶 有封過封條 小路寶有封條 有啊 因為那時候 小路寶有什麼封條 好像封條 我最記得 除了封條 那時候 小時候不是有封條 好像現在執著 也封過 封條 永遠都塞了一項 但沒有人理會 去到封條 不是啊 我那時候買了一本 買了一本 我姐姐買給我看 我媽媽真的看著 你為什麼 我姐姐買了一本漫畫 不買給小朋友看 還不是說十八 那時候有一條封條 你以為是鹹的 大家亂想在鹹的那方面 就不是亂想暴力 其實那時候的鹹的界定 跟現在完全不同 現在基本上是很低的 其實一時時刻去搬龍門 那時候有一句大衛像 都可以說十八感 但這些很明明的人是在挑機的 這些明明挑機 我覺得可能 如果這和現在這個年代 買出來未必封 其實你知不知道 魔法老師有沒有封的 魔法老師 也有 偶爾的 偶爾的 也不是偶爾的 你要明白香港 其實要在香港 這個這麼麻煩的審查制度裡面 而可以完全沒有封條 是很難的 其實它已經不是 要先封了你 其實老實說 你現在在信網買的書 你有沒有留意 都好像沒有 沒有 有嗎 有嗎 沒有嗎 沒有嗎 竹手王沒有 竹手王你看那些沒有 先抽一下水 多數沒有 不過我之前買 今天而已 它也要貼封條 因為殺人 殺得厲害 沒有 沒有什麼血 其實這樣 我也很相信你不過 你沒有什麼血 或者沒有什麼暴力 很難界定 這個定義 你成了太偏了 不算 基本上現在少了封條很多 以前多些 但就不是它自己拆的 因為犯法 它自己拆 好像現在針對暴力 多於針對色情 色情真的要露了 適合行為 兩點露了出來 如果我那一刻 Love Hina 在這個年代未必封你 絕對不會 應該不封你 即是我們現在看 很少的東西 是嗎 因為其實我 用一個 今年才看這個作品的人 我知道開咪 講這套 我看這個作品 然後過來一起出水 我就沒有阿蛇 那麼大感觸 因為阿蛇 當年看完 今年再看 我今年看 我今年看 我記得當年這套 我知道它有這套 那時候經常說 有點鹹鹹的 但是當我現在看 就覺得 其實當年 每個人都說鹹鹹的 其實我沒什麼 可能那個人 不是歷年高了 純粹看多了 近年的動畫 整件事很小事 簡單一點 你吃鹹了 吃鹹了 吃編了 我覺得未必 其實我們現在的 接受能力高了 因為以前 提起這件事 其實我想這套電影 黃沾先生 一套叫做 大鹹濕 其實他講到 其實不是說 那套電影是教你 教你一個男人怎麼抱 但是我不是看一件事 我看回就是 很久以前 六十年代 這人看大腿 到現在 去看了 氣官 其實慢慢 人的需求 越來越大 因為我記得聽這些大人說 當年 六七十年代 所謂鹹輸 其實大腿而已 其實沒有任何事情 真的露肩膊 露肩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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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小事 其實是封條的 即是 其實變相來講 即是僅於現在寫真集 其實現在寫真集 有泳衣 以前封了 封了是以前的 總之以前不見得獄 然後後來 泳衣 然後後來 自己要貼個膠布都行 所以現在這個年代 就很老實 你不是真的發生性行為 拍了整支東西都沒有 但是現在的漫畫 到後來又開始有離了 有一些就經常畫到 即是之前說的 有些作品 例如《奈雅子》 經常都說要跟那個男主角 什麼 但沒有了道 只有一個笑 但有時候總是有些 異人的 但那些我又拜 即是我們上一次談 我又覺得那些OK 即是你說要去《True Love》那隻 才不行 True Love 就見人見智 即是我覺得你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你《奈雅子》 你會不會男主角很興奮 突然就握人的球 不會 那男主角都尚算是神情 對 《奈雅子》想被人握 但是他會有一個極度搞笑的勁 剛才說 你男主角都是人當 摸到你還要握下去 你《奈雅子》不是 他是想縮一隻手 你最多按住他 《奈雅子》 他不會這麼明顯 去告訴你 我握一隻手 所以這套我經常都說 根本不止房東的純情 而且裡面那些女角都很純情 只要說 而看喜歡的人你也很純情 即是如果你個人不純情 你也不會看這套東西 你會問 你會看了這套東西的 直接同人本 即是說 搞錯了 都不想你這套 然後看一套二本 不是 你會真的看同人本 那時候這麼多 那時候這麼HIT 都是 因為這套東西也是 因為我自己看過 感概很多東西 固然是自己個人年紀 感概的那些東西 之餘是 那時候正正就開始 越來越多 你上網看漫畫的事情 是啊 那時候開始是最多的 以前你還要上 那些貼張圖 看漫畫 這套就是那時候 其中一個 boom 因為那個年代可以有 九幾年二千年 或者那時候 開始由 真的寬頻 開始普及 寬頻普及 之後私人才開始 上載圖像 對 沒錯 原本是說文字 你看到圖像 即是一張圖上載圖兩分鐘 對 那張圖不是192x1080 可能是100x100 又沒那麼誇張 可能你約300x200 因為那時候 你800x600 也是 那張圖不是全面 應該是一半左右 三百多x200多 三百二乘幾 都夠你上載幾分鐘 200K 都上載到你睡街 之後就開始這套作品 就是你上網看漫畫 所以那時候是特別不同的 因為你可以追 以前看漫畫 因為你受制於很多東西 除非你買單紅本 你學生也沒什麼錢買 或者買exam 租你也是 租周刊 你知道是單紅本 你追不到最新的劇情 但那個時候就是 第一個事情就是 你可以追劇情這件事發生 當然 這個又 先補充一下 有些再老一輩 可能追Slam Down 那些 就當年什麼日本 那些人什麼fax過來 給影印譜 然後影印譜就說 會將那些fax過來 那些日文那些 就照樣整個 拿書機 扔完一盒就賣給你的 這些這麼神秘 就是另一件事 這些就是舊一個年代 最連載 不是我這一段 我這一段已經是之後 主要是你那些 你又要找一間店舖肯做 你上網不是 我的這一段都很少 這件事 那你就可以跟朋友說了 這件事 所以那時候我最大迴響 就是身邊的朋友 就是男生 走多多出去聊聊天 我也有昨晚問朋友 為什麼你喜歡看舞 又又好笑 然後又有些 經常打到他飛氣 超現實的那些 很過癮 大家的回憶都是那些 很多時候 他不是回憶說他東西是鹹鹹的 不會回憶他鹹鹹的 很老實 反正看Ice 你可能就說有一點鹹鹹的 有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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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變了一號 其實只要說是他作品來講 他成功的東西 他最成功的我覺得 就是他輕輕鬆鬆 有一點搞笑 他掌握尺度掌握得好 雖然我個人也是偏見 覺得是赤松見他的人 性格其實他又不是太邪惡那種人 所以又這樣做過一套 就是他自己的尺度的東西出來 我自己覺得是 可以這樣說 對 整體來說這套作品 我個人就賤了 慢著 你說清楚我是戰頭十期 或者是十一期的一半 即是尾的已經是燒掉了嗎 你只要看到他妹妹出現的 你當沒有看過 剛才我記得就是一個妹妹出現 你就叫我飛一飛一撇下去 我當年也是買到妹妹做封面 那一期就買不到下去 老實講句 我現在也買不齊了這套書 那變成沒有的 雖然我都將美妓幾期彈到一文不值 但這套作品整體來說值得你去看 即是你可能都會跟我有同 是電堂 你會有同感覺得 美妓幾期做什麼眼睛 你也值得去看這套作品 因為真的幾輕鬆幾搞笑 那女生真的很可愛 即是這麼說 美妓幾期是扣回 但前面的分已經很高 你扣完之後還是標準以上 還是優等作 你要我給一個分 我也是跟你說有80分以上的一定 前面我是給90分 你前面可能給過120分 又不知90分 後面扣了你40分 我自己就是這樣 所以扣過他今天80分 只要是這麼說 那附帶一提 其實這套漫畫完了之後 在幾年前不知道什麼魔法老師 什麼週年紀念 他無緣無故又畫了一回短片 如果有朋友有興趣 就去找找找 因為好像沒有官方正式出書 那時候應該是漫畫連載 不過大家不要抱這麼大的希望 當看過就算 當同人看過 甚至應該說清楚 看完你就明白我說什麼 看就算 好明白了 其實今集都差不多 下集的內容暫時 未必預告太多了 我只要那天不知哪集 未必是下一集 又會有一套輕鬆笑品 那是哪一套輕鬆笑品 到時候大家期待一下 其實都很空氣 那不怕再說 先說吧 就一套 相信男性讀者去看會更開心 但這套就只要說 男性讀者剛剛看來 就算沒有service 這套一定沒有service 沒有service 即是據男人來說 一定沒有service 然後你會看得很開心 BL 不是BL 這個東西 這套有玩BL 拿來玩 玩 對 原來也沒有幾句 很空氣 有一個戀愛位 文學少女 是 那我現在說文學少女 就不是說文學少女 不是說文學少女 那套怎麼說的這麼威場 這個作品我自己會很推薦人看 就男子高中生之日常 這套就未必是下一集的 但我因為都在排下一輪說的作品 那大家期待一下 那其中一套就會有這個 那我先預告一下 那我是否要預告一下 你預告你想先說一套 我預告那套 我個人很老套 最喜歡看一些有句slogan 這次的slogan 就說什麼 我們在東大就幸福了 那這次我接下來看那套 那套更老套 總之大家尋寶 尋寶 尋寶 你生個one piece 尋寶 不是 那套簡單來說 兩種生肖玩完 龍和虎 哦 接下來到我負責 那時候大家會期待 李小龍的龍爭虎頭 被你識穿了 就是龍爭虎頭 即是裡面有石堅出來 拿著爪虹去填 所以我下次到我去主持 就是龍爭虎頭 大家盡管期待 是不是龍爭虎頭石堅 其實那裡應該是龍爭虎頭 龍爭虎頭 前晚龍過 剛才是在 龍馬九州場 不過那隻老虎小隻 數版這麼小隻的老虎 其實不玩 不玩 就是龍與虎 有阿丁公佩陰 定一說是這兩套之外的作品 是我們下一集的 大家要期待一下 下輪作品會盡快定 當然如果剛剛回答那些新範圍 就會講講新範的東西 當然 這個就是今集時間差不多 那就下集再見 拜拜 都有 這邊可以看 我們下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